1800年历史的小城 保存了现今中国最完整的城墙 有3000多处明清时期的院路 是100年前中国的金融中心 它拥有最古老的佛教财素 是4万多人的生活家园 今天它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平遥 一座处于中国山西省中部的古老县城 20世纪90年代 这座中国北方的小城 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来解说这座古城历史的时候 时光则要上述到2800年前 当时的周王朝大将尹吉佛 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修建了这座古城 今天在东城墙边上 我们可以看到600年前平遥人 为纪念它修筑的庙宇 在东城墙外不足300米处 则有一个据说埋藏有它衣室的坟墓 尹吉佛可以说是平遥古城的地造者 古老的城墙 平遥历史的开始和象征 在距今2800年前后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周王朝 在现今平遥之地驻扎军队 修建住坊 并用土筑起了一道防御线 这即是平遥古城墙最早的由来 公元1368年 中国进入冥王朝 北方的万里长城得到重建和加固 同时政府在很多重要城市构筑了城墙 这个时候坚固的巨型砖石作为建筑材料 已经能够大量生产 公元1370年 平遥土著的古城墙被改建为砖石城墙 这项工程持续了十几年 现在完整地屹立在世人面前的平遥古城墙 全长6162.7米 城墙高达12米 墙底宽十多米 墙底宽三至六米 户城河深三米 在河水干涸之后 只能看到一段段残缺不全的河道 每座城门之外都有一方形的区域 与城墙同高 被称为瓮城 瓮城内并设内外两门 平时用于检查来往过客 战斗时可放进一定数量的敌人 后将两门关闭 便能由上方将瓮城之内的敌人迅速消灭 古城墙最后一次作为军事设施的用途 是在1938年2月13日 这一天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 用炸药炸开了东城墙的一角 蜂拥而 占领了这座古城 600年前设计的防御设施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中 彻底失去了作用 至今 城墙东南角这些创伤 便是日军当时炮击时留下的淡汗 平遥古城墙在明清两代500多年间 先后修缮了26次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家和当地政府有多次维修 以累计投资近千万元 平遥古城大支城正方形 面积仅2.25平方公里 古城中心的南北大街 构成一条笔直的中轴线 高18.5米的市楼 屹立在城市的中心点上 四条横贯东西南北的大街 八条均匀分布的街道 72条纵横交错的小巷 共同构建了小城井然有序的交通网络 黄色和绿色琉璃瓦处顶的关崖寺庙 与大片青唐瓦舍 呈现出一种等级的象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国开始了一场经济大变革的运动 人们因为缺乏对古建筑的认识 或是他们妨碍了城市发展计划的蓝图 一时间许多古建在轰鸣声中纷纷倒下 平遥古城并没有置身于这场变革之外 同样它也制定了一个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 按照这个规划 至少要在古城内纵横开拓几条宽阔的道路 并在古城墙上相应地开挖八个大口子 以及修建一系列高层建筑 1981年 这个毁灭古城的计划开始实施 但因为缺乏建设资金 工程进展缓满 这时中国的古建筑专家们得知了这一情况 向政府紧急呼吁留下这座古城 建议最终被采纳了 平遥古城因为几十年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而得以幸存 今天在中国四千多个城镇中 平遥已成为能呈现出中国传统历史古城 原来格局和风貌的唯一范例 平遥古城传统的民居建筑 属于中国北方汉民族严谨的四合院形式 每个院落 每个院落 都不依不得到 每个院的建筑 都不得到 我都不得到 我都不得到 那是最终的 我都不得到 我都不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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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个用于射击的堕口 七十二座用于瞭望和铸藏武器的敌楼 则象征着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讲学时的三千门徒七十二贤人 在古城中和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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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楼遥遥相对的则是祭祀孔子的孔庙 中国人又把孔庙叫做文庙 文庙大成典大约为公元1163年 宋金时期重建 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庙建筑 现在占据文庙的是平遥中学 这所中学是平遥地区最好的一所学校 从我们所拍摄到的这面高考录取名录的光荣榜上 能感受到这个事实 在大成殿背后的山墙上书写着一个巨大的魁字 据说这里曾放置一面大谷 只有中了状元的平遥人才能敲响它 尽管平遥没有出过状元 但这并不妨碍在地方戏曲当中 有许多表现学子历经磨难高中状元的故事 禁句三娘教子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位早年失去父亲的顽皮少年 在继母和老家人严厉的教育下 十年寒窗苦读 忠诚状元 禁句原名叫山西邦子 是流行于近中地区的地方戏 它的起源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 这些造型奇特的冷兵器 是中国古近代用于战争的武器 近千年来 在中国民间一群群身强力壮 掌握搏击技艺的人 专门替人武装压解贵重财物 并获取丰厚的报酬 这种民间组织被称为标局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初 远到中国各地的平遥商人们 即使赴给标局可观的酬了 也难以保全大量的财产 安全到达目的地 当时因为平遥一家颜料装的分号 便及北方各省 便常有同乡客商 拜托这家商号 就近将自己的现银存入 燃料装的分号中 拿着一张证明 回到平遥 再从颜料装的总号提取现银 客商并为此支付一点酬金 雷吕泰 颜料装的大掌柜 他预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但雷吕泰经过几年的准备 创造出了一整套 货币经营的全新买卖方式 即将现银的实物转运 改成用一张专门设计的汇票来替代 大量的现银不再随身携带 公元1823年 雷吕泰正式向东家李大全建议 将颜料生意改成票号 取名日升昌 李大全作为投资方 出现银30万两 这是他的家族几代经商的积蓄 李大全和雷吕泰商帝 日升昌的一切经营管理权归雷吕泰 并给予雷吕泰一定比例的原始股 日升昌的主要客户是各种大商号 这些商号凭借一张张汇票 不但安全便利地调拨了资金 而且还可以用汇票支付各种款项 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现金结算方式 这张关键的汇票只有一张 由客户持有 采用认票不认人的汇兑制度 汇票还设立了一套只有票号核心人员 才能看懂的用汉字做符号的密押 汇票号还实行持三五日交付的规定 以便丢失票据的人有挂失的时间 每一张汇票都是专人填写 除字迹为内部人所熟悉外 更重要的是不断更换这些密押 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难以破译这些 暗含玄机的汉字密码 票号根据路途的长短 收取从千分之二三 至百分之七八不等的汇费 由于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 通常汇款期都很长 票号便利用这段时间以较低的利益 向商家放贷收取利息 票号获利的具体数目 现在也无法查找 比较明确的是 日升昌大股东李大全 当初投入的三十万两本金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 为李氏家族创造了 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的红利 每日各分号及总号的营业情况 都交由账房汇总 账房先生总理全号所有的账目 账房并设管账帮账各一名 分管各类专门的账目 票号还有一套完整的报告制度 这套制度的核心人物便是信房先生 信房先生都是由科甲中人充当 地位和待遇都很高 每日各分号的报告 都是利用信件来完成的 总号每日接受信件达百余峰之多 需及时回复的也有几十峰 整个票号由大掌柜一人全权管理 设有一两个助手 日常的经营管理 是由账房先生汇报当日收支 信房先生汇总各分号经营情况 交由大掌柜定夺 具体指示在交由信房转达给各分号 在日升昌票号的鼎盛时期 总号由十四五人组成 遍布全国的分号有三十五家 每家有三四人 整个票号系统也不过一百五十人左右 票号伙计的选择有一套严格的规定 必须是年龄在十三至十五岁的小男孩 相貌端正 要进行诸算凯书考试 还要有同乡担保 家事一定要三代清白 入号以后三年学徒只管时速 没有酬劳 学徒期满后的一定时间内 工钱也不发给本人 而是由票号直接交给他的父母 票号实行终身雇员制 这些伙计成熟以后 会被派往各地分号工作 满一定年限后 还会有一些专门设计的人力股 日升昌先后进十位大掌柜 最早都是由小伙计做起的 清朝时官员调动频繁 经常有大量现银需要转运 这些官员便成为票号最忠实的私人客户 随着票号的全面兴起 无论是政府发放的赈灾银粮 还是地方上缴的税收 甚至当时的战争赔款 都是由一张张各地政府发出的汇票 汇聚精成 在各分号提取现银 直送国库完成的 19世纪中叶 票号业进入了全盛期 全国的票号绝大部分出自山西省 总共有40多家 其中平遥就占了22家 平遥成了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 鼎盛时期几乎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流通货币 票号的历史中 从没有发现过用假汇票行骗的事情 也正是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 才使得后人难以得到一张曾经使用过的汇票 这是我们现在仅仅 这是我们现在仅仅的一张完整的汇票 1840年日升仲票号的部分账目情况 这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一本最早的票号账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中国社会急剧动荡 票号屡次遭受巨大损失 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 平遥票号彻底没落 从1823年首家票号日升仓诞生 到就位于他对面的最后一家票号 保风龙冠章 平遥的票号整整存在了一百年 平遥的票号 保路号员 出 strain的票号 正在迹象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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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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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